Hello大家好,我是昆卓爸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开箱一些风格很特别 我们直接来大家参观看看 这次开箱为小三房的房型 室内屏数为27屏公社比32% 屋主规划、开放式的客餐厅和男主人的书房 最重要的主卧做了一个聪明的装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Let's go 想投资、想周转、想创业、没有资金吗? 只要您有房,帮您画不可能为可能 二胎房贷最高可贷500万 当时公司拨款保障您的权益 足好带满足您的期待 是按电铃吗? 对 Hello 嗨,你好你好 我们来到娜姐事业中的家中 可以先看一下这个超小的玄关 玄关不会啊,还OK啊 我还以为进来那个画廊了,你知道吗 对,这上面就是 当初本来就是想要有一个画廊的感觉啊 所以这边就是做一个画廊的玄关的空间 当时这样设计 是 所以这边就是 那你鞋子要放哪里? 鞋子啊,我们都要把它拿进来 我们这边里面有一个鞋柜 这是比较不方便的地方啊 漂亮是有待见的 对 OK好,那我们让您来介绍这边 当时为什么这样设计 玄关喔,其实我们本来一开始在买的时候 就是觉得有设定一个颜色就是这个深绿色 绿色的 对,我们想要让它有点串我们工区全场 所以绿色是我们的什么设计 对,包含这个门啊 没错喔,就是觉得它有一点艺文风格 好 对 然后再来就是,当然就是这个灯啊 这个灯就是 这也是我们在一个香港的厂商那边买的 在网络上面买的 那这个灯它就是有一点白金醋的感觉 有点像水晶金醋的那种感觉 那我们就是想说 玄关就是要有一点奢华感 就是感觉比较富贵嘛 因为大家就是很怕没钱吃穿啊 那我们再进来 从玄关这边进来 我这边看到开关了 对啊,这个开关也是台湾的厂商做的 我们觉得它算是蛮精致的 所以当时特地找很久 对 找到你们想要的感觉 其实等一下进来会看到我们家的壁灯 我们是先看上它的壁灯 后来发现说 它没有卖开关 那开关长得很不错 就是很适合我们家 那我们就进来 这边进来就是我们的客餐厅 是的 那右边我们先进到右边好了 右边这边当时我们没有做那个收纳 没有 因为其实刚开始我有点担心 但是后来因为我们被那个设计师画到的 第一版的那个设计图 就是有点惊艳到 因为它等于是把我们这个 工区切成两块 所以你从这边看这个地板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我们是分成 这边是客厅 这边是餐厅 对 然后它这边本来就是空白的 那我们就觉得说 它这样子的空白还不错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 家里面的空间要有点留白 其实你会感觉到 比较有层次感 所以当时设计师就不要做的满满 对 它有这个建议 它有这个建议 那它当时本来是设计了一个 也是金属和玻璃的一个展示柜 因为其实我们有一些小手工艺品 我们本来就是想说设定要有个展示柜 但是我们后来觉得那个柜子太贵了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旧书架做了一点改装 本来是没有这一个把手 后来装上这个把手之后 就觉得这个书架整个升级 我觉得可是这样很适合一下这个风格 对 就是有一点点旧旧的东西我觉得 那该不会 这个也是油漆的衣服 这个也是油漆 这个也是油漆 哇 比较油漆的颜色真的是 第一个特别 第二个高纲 这应该就是要花比较多钱 就是我们是用Benjamin Moore的油漆 可是因为可能我和Eric 两个人都是土象星座 所以我们两个对于一些基础工程蛮要求的 因为土象星座的人就不喜欢变化 我也不希望说我擦上去之后 改天它又要一直换 或是一直要去修补它 我们比较不希望这样 所以我们会在基础工程上面花比较多钱 这个全部都是南非的 连羽毛也是 羽毛是真的从鸟身上掉下来的喔 那羽毛 对 那时候我们在那个我们的garden里面捡到的 什么鸟的羽毛那么大 那个叫做什么 我上次有去查它叫什么名字 我现在忘记了 有点像angry bird 那种叫 那我发现我们客厅 就是我们上面 因为我们的楼高比较高 所以当时我们没有做天花板 嗯 就当时就有这样子的想法 一开始就想要留上面的空间 喔 所以我们就是做成比较类工业风 对 我也太确定这算什么风 可以这么说啦 算是啦 只是没有那么工业风 对 那油漆的涂层也不太一样 这个算是怎样的 这个漆叫做灰泥就是泥 它有一点是仿那个水泥的那种感觉 就是 它是特殊漆 对 它有点像是刮上去的 对 对 就是拿那个刮刀 我可能用刮这样一层 慢慢刮 也比较费勾 像我们一般游戏就这样滚 滚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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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几次就好了 所以 我们家的工程很多师傅 都会不断在抱怨 都会不断在抱怨 那这个是什么 很多柱子 这是猫柱 猫柱 对就是可以让猫咪在上面 休息啊 跳来跳去这样 那真的有跳上去吗 目前还没有 它有一只 我们小的那一只 有试着要跳上去 结果它从这边跳上去的时候 有点重到头 所以我们现在还需要在这个部分 做一点休息 对 如果观众可能有 家里有养猫的 可能就是设计的时候 要给它空间 对 可能距离要远一点 不要太密 对 没有做天花板 那你不觉得管线怎么跑啊 这边都没怎么看的管线 如果是像 像是一些排水啊 像消防撒锤筒 那后续设计师 有帮忙卸出去 做这个管线的部分 那如果像是喇叭 像喇叭线的部分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一层的枪地 其实有多多了一层的板 出来 为了这个毛刷架 对 我看到了 这一层 这边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一部 这一层里面 就会下脚掉去支撑 这些跳组 那刚好我们的喇叭线 就可以沿着这样子 走到前面 然后上面的水管 可能改个方向 让它正经一点 所以当时可以 跟摄影师这样讲 拉他们去做 这样也是一个方式 才不会那么乱 对 这边是电视 对 然后这里面都是一些收纳柜 这是真的收纳柜 对 是真的 可是你这个都白色 不怕脏吗 一直压一直压 不会 因为我们这上面是用 陶瓷烤漆 所以它算是蛮好清洁 像之前我有一次 好像擦口红还是什么 就是有按到 然后后来就是拿一些 什么卫生纸 就可以了 就擦掉了 木工 然后再来陶瓷烤漆 对 门片的部分 就类似有个镀膜的感觉 嗯 所以家里有小孩子 可以做这个 没错 很胖指纹 非常棒 然后再来我们来 介绍一下餐厅的部分 餐厅的部分 对啊 其实我们餐厅的部分 本来就是当初就是设定要绿色 然后所以我们 而且我们比较喜欢一些复古的感觉 所以我们这边的墙面 都是用贴砖 这个就磁砖了 没有在上游戏 对 没有没有没有 它是真正的磁砖 然后它也是斜贴 这个也是被那个师父骂到爆 真的喔 因为它说斜贴的时候 它刚开始它要固定它 因为它刚开始还没有 还没有干的时候 它会一直滑下来 所以后来就一直被师父念说 斜贴会这样子喔 斜贴会这样子喔 对 它说为什么要贴这么麻烦 其实反而这样很好整理 很好整理 就用师父擦一擦就好 像你们刚才讲的 把狼板啊 或者什么一些东西 不用不用 而且这样比较抗 其实就耐脏 对 石森板就是很抗平 很耐脏 一些灰尘啊 或是一些坡道的水质啊 其实在上面看不太出来 乾掉也看不太大 看不太出来 还不错 然后这边 这边的话 其实我就是一个很重视外表的人 所以呢 我在选这些设备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就是先看颜色 有黑色的 之后再去看它其他的功能之类的 所以你一定要黑色 对 然后再来这边 这边都是建商 这边没有没有 这边整个厨房我们是退掉的 所以这边全部都是我们自己 这边都不是建商的 对都不是 嗯 然后这边我们就有设计 一个隐藏式的垃圾桶 我还以为是猫咪的干掉桶 这是垃圾桶 对这是垃圾桶 还可以分类啊 可以啊 就是有不同的分类 然后这是垃圾 不然我刚才进来家里面有个垃圾桶 对啊我觉得这样子很棒 因为我 我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我就一直问设计师说 你要把我垃圾桶放哪 因为我很讨厌垃圾桶在外面 然后譬如说我要开抽屉 我要把垃圾桶拿开 或是干嘛 那种感觉我觉得很不好 对所以我就把 就是叫他帮我做一个内签的垃圾桶 然后上面还可以放一些 上面还可以放东西 对清洁剂类的 它是两层啊 对啊对啊 然后还有垃圾袋 这个还不错 这个设计还不错 对我也觉得 然后再来 然后这边就是洗碗机 所以洗碗机是在里面就对了 对内签式的 那我们是买牌阿米卡 家家户户户现在都需要用洗碗机 那不知道谁要洗碗 对真的 大家 嗯 大家不都说这是夫妻 和谐的 神器 一个很 对 电器配备 也是我们觉得有一个东西是 用了就不能去 这个嘛 洗碗机 可是洗碗机本来就是该需要的 就跟洗衣机盖也是 真的 只是台湾人 现在开始开开始可以接受 对啊 以前会觉得很奢侈 包含那个扫地机器人 对对对 没错 他就会觉得很奢侈 然后什么扫地机器人 嗯 然后这边就是放一些碗盘的 然后也是有一个夹层是这个 这个就很可以利用空间 现在设计都好厉害 对 打开我只有一些东西 没错 至少还有一个钱 是 所以这个当时都是一起设计进去 对对对 而且像是他这个格子这么大 对 假如上面都不放东西的话 也很 对 但是我是觉得说 设计师在做这个厨房的时候 很棒一点是他 尽量帮我们少切割面 所以你不会在外面看到 好像这么多抽屉的那些分隔 对 你就会觉得整个的画面 感觉是很简洁的 然后我们的 除油烟机是用隐藏式的 我觉得这个很棒 隐藏式 这也是台湾的牌子 叫蓝天 然后因为你就是 从这样子看的时候 完全看不到 就是除油烟机 所以蓝天还好吗 很好 因为蓝天它有时来做一些那种 餐饮餐厨厨的那种设备 这个是设计师给你们建议的 还是你们把你们找好 他有先帮我们看 然后我们也是就是找一个 不会看到的 我们不想要看到 排油烟机的样子 对 然后他像这种滤网 非常好用 非常好洗 丢到洗碗机 对 而且又不会像 一般那种除油烟机 你会看到卡很多油在上面 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对 所以他这台的吸力非常好 很香 它温暢 对 声音很大 有点大 你可以帮我一下 我有点 撞我回去 平常都是他在洗啊 对啊 这边冰箱 冰箱也是为了搭配 这一个空间买的 其实我们本来的旧冰 它是镜面欸 可以当镜子 我们本来以为在 各位观众如果你想要买这台冰箱的话 要看清楚 因为 我们本来以为说它是黑镜 我们在 通常DM上面看到的时候 都以为它是黑镜 但是后来送来的时候 超级镜面 然后我们 那时候那个设计师看到就讲 叫我把那个玄关的 镜子退掉 他就说你就直接用这个镜子了 就好了干嘛要做这个镜子 可是不一样感情啊 那个让玄关可以放大 对啊 而且那个有金边 是不一样啊 这个好看是好看的 可是到后来我会有一个很麻烦的 指纹 是我每两个礼拜 就看到我半蹲在那边 你看他指纹 指纹 这个指纹真的很明确 我还是摸一下啦 我还是摸一下 所以你们开始这样看 一定会摸到吗 对 真的 我也是很不能接受指纹 好看啊 有代价 那这边有东西吗 有有有 那这边有 这边是藏了我们的电箱 因为大家应该都发现说 看不到我们的电箱吧 电箱 从开关跟落电箱 对啊 因为现在电箱都很大啊 所以你们来多给他一个加就对了 对 势必要把它挡起来 那有的人是摆东西 可是因为这么大 你要摆什么 对啊 可能就画吧 但是 这个时候其实电箱 我们一开始就移位置 他原本的位置是在玄关的部分 哦 你们把他引到这边来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想要做一个小拳关 然后把所有的包含队长机 全部都把他留在这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想说全部在这边 然后把他把它封起来 那看得有个顺点 先生 您实在是太精明了 一时间 我竟无言一对 书房 这是Eric的游戏室啦 这是先生的房间 对 所以先生的房间 设计完全都不一样 对啊 他的颜色都不一样 就是要有点 主要是 比较man的感觉 黑色为主 这是一个武昌门 哦 很大一个耶 对但是我们那时候设计 也是有一个小草丝 就是上面的这个 藏红玻璃 对是用 这是叫小冰柱 那藏红玻璃长怎样 那我现在开始 很像 真的哦 我以为藏红玻璃也是 对但小冰柱比较细 然后我们那时候这边是用这个 玻璃是因为我们这走到 就是稍微 算是在房子的中间 所以我们觉得他可能会没有采光 所以就是想说那边这个房间里面有采光 就可以透 从这个玻璃透进来 这个 他现在没有把他的窗帘拉开 要不然就是还蛮亮的 基本上就是喜欢 我是比较喜欢这种深的灰色的这种车系 所以一开始跟设计师讨论的时候 就希望多的路线 对 对啊 所以像后面的这些的 后面的这种线板到整个系统柜 跟下面的抽屉 这个就是请设计师这样的制作 那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 呃 我们的客厅跟 呃 里面的市领域是用钓影室 平常是冷气 对 可是我们这里我想要让他用壁挂室 因为上面的空间其实不大 所以用这种的话 可以稍微省上面的壁挂板空间 哦 空间感至少还有 对对对对 那那个时候 设计师有跟我说 他冷气的管线 你想要干脆把它做起来算 所以我们的在这边有做一个短短的夹梁 所以上面这个梁是用木工做 哦这个是假的 对跟这个涂出来这也是木工做 哦 所以总共他会这样做一圈 对 这个也是假的哦 这也是假的 嗯 而且等于是做一个造型 这个原本上面也有梁 所以他把它降低 所以他把它降低 哦 然后就是干脆一起把它做起来一些 对对对对对 碗路都可以在地底 没错 那这样少了 那反正其实这个空间 你会比较开阔一点 对对对 然后这上面的承板有个挺部ilar 因为这是一个凹槽 所以这是相当于猫咪 如果既然它弯上去 我会稍微阻挡它们一点点 哇哦 所以还是有 每个地方都有设计类似这样的凹槽 要把它做一个ır烂 嗯 está 装一下 对对 然后这边你的设计 就跟外面不太一样 外面都是用器为主 对 这边你就是想要那种层次感 对我想要有点层次感 就是有点造型 对对 nitrogen 对 rough 原本是三房的格子 對 進來這邊 這邊是另外一房 對 然後那邊是另外一房這樣 這邊應該是原本就除霧 對 它原本就設計除霧了 嗯 那就是 好 除霧 等一下廁所回來早上 我看找不到沒看到 這邊是可以拉起來 對 那當時怎麼會想要設計 可以拉起來 因為我就是 每天一定要化妝的人 所以我每天早上起來 如果要化妝 可是Erica還在睡覺的話 就會吵到她 所以就這樣把她拉起來 都想到了 對啊 這樣完全看不到 都不會透光喔 它真的是用80%不透光的鏈子 因為你們這邊有窗 對 而且我們也是在 設計初期 就是請設計師幫我們把這個 軌道做在天花板上面 你就不會覺得它在突出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這間算是小三房 所以那個時候就 我們就剛好設計就是想 把後面的兩間房間都打破 因為我們畢竟 所以當時就客廳好了 對 客廳比較好的 妖精 OK 然後整個有一個電子硬儲 大推 大推 對啊 因為疫情之後 大家都很怕回家 都會帶一些病菌回家 所以你們是設計在這 沒有設計在外面 對 我告訴你放在這邊才對 才對 因為你回家之後 一定是先換家居家服 那你不可能在外面換衣服 你就是進來之後 換成居家服之後 把外衣脫進去 而且一些不常用到的 所以你去吃完火鍋 外套 褲子 你不常洗的都可以進去快速 沒味道出來 嗯 然後可以撒劇 這邊當成我們就是希望做開放式的東西 對 欸 這也是有一個故事啦 當然本來我們剛開始是希望有門 會看起來比較整齊 對 但是後來發現 假如你鐵劍的門 再加上玻璃實在是太貴了 所以我們乾脆就把那個門刪掉 我們想說我們試試看好了 對 對 可是因為我們有請社醫師 以防萬一未來後悔 這邊還是有留軌道 先留好 對不對 你們好聰明喔 要不然將來要再加就很麻煩 對對對 可是沒有加也不會感覺怪怪的 沒有什麼好 現在感覺其實是ok的 而且其實也不怕啦 總之拉起來也看不到 對啊 然後這次飯就是我這邊 喔是你的 對那邊是我的邊 你也有欸 你煮的也有 對啊 所以這更衣是不是只有我 然後再來的話 欸 你說這邊煮我 對 這邊是造型 那我怎麼沒有看到廁所 因為你也沒有做衣櫥 那你找啊 因為我們就是 哇 我看到了有一個門 這個是廁所嗎 不是廁所 對你可以進去看看 那個裡面是多一層門 那是建商的門 我們沒有錯 這個建商的門喔 對 是剛才那個就換的 然後就是建商的 對 欸裡面好大喔 欸裡面好豪華喔 也沒有那麼豪華 我們覺得是挺補習的啦 然後也是有窗戶 我們當初就是看上說它有窗戶 然後有四件事 這樣子以後泡澡就不需要去外面泡溫泉 還有浴缸 對 因為我覺得現在在雙北要有浴缸的建案比較少 對尤其是小技術的話 對 那我們覺得這樣子算是滿足我們基本需求 這個 對這邊還有一個電熱毛巾架 因為現在的廁所都很小啊 很慢乾會有一個味道 對 然後我們覺得說像這樣子有電熱毛巾架的話 它的那個可以讓毛巾比較快乾 對 所以這個也很推 對推 嗯 然後我們再來介紹就是這扇門 特別的地方 對開式的門 對 雙開門 當時怎麼會想要設計這樣 是所有女生的夢想啊 真的喔 真的嗎 觀眾朋友跟我講真的嗎 真的啦 欸 還有設計這個欸 對啊 那是貓咪可以過的 所以它有走過嗎 有 真的喔 它知道怎麼進來 有練過啊 對 你們有開給它看就對了 對 所以貓咪會進來這邊坐 嗯 那今天都快爬給它看 哈哈 我有爬過兩三次欸 你過得去就對了 對 我過得去啊 哇 好犧牲 哈哈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 就是告訴大家 如果想要做貓門的話 一定是要像這樣子的 做一些毛邊 要不然因為這種石木門太重了 所以它這個門片 如果你是讓它 直接這樣子下來的時候 它會夾到貓咪的尾巴 它過的時候 它會夾到它尾巴 有多這些地方 對 那我們很感謝今天那個 娜姐跟艾瑞克 今天跟我們分享他們 剛入住三個多月的新家 那裝潢真的很特別 我們下一集會來跟觀眾分享 就是入住這三個月過來 的新的感想 保好我們設計的一些 相關的費用 給觀眾朋友知道 好的 那我們先跟觀眾說拜拜囉 拜拜 拜拜 我們這三個月下來 你覺得哪些東西是真的 很棒的設計 用過就回不去了 還好你有做這個設計 用過就回不去的喔 的